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提供在地观光女友 台南三宝导人 情价新娘 会贱我到三条路山 从今天起来开始接受三条辉语 南西乌今天十月十月十月最五日 面对市政中心一楼大天 教会记者会 由台南西乌尹请主向民众宣布 这个好消息 我们在标识 好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 一个主题 是为各位开箱 我们三条这个散步步道的开辟 包括一条新营 一条夏营 一条麻豆 每个散步路线都有非常 他自己背后的一个故事 新营是大新营区的一个浮轴地带 那么夏营是传统的农业的一个区块 麻豆呢 大家都知道 麻豆是一个很很 有很高文化素质的地方 所以那每个散步路线 都有他这个厉害的地方 那以新营来说 从这个第一市场第二市场 一直走中山路这样子 一直过去到交通台 这条路线也是很多老新营 或是很多大新营区的市民朋友 都会经过的 或都会走过的 那夏营 大家知道说夏营上帝庙 那夏营的这个散步路线也是非常好 那配合着加南大 配合着加南大镇 这个旁边的水镇旁边的一个自行车 以及散步路线的开辟 就让很多串联起原来台南县 包括大新营区 还有包括曾文区的一个路径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轻旅行也好 或者是骑脚踏车也好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第二个主题 就是我们GEO志工 其实台南市是个志工的城市 我记得在两年前 两年多以前 大概有五万多个志工 全台南市 那这些都是有时数的 那现在已经增加到 六万九千到七万一千人了 这些时数都蛮高 我们今天特别颁奖 给时数最高的几位志工 那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不管是来自社会局的志工 关心的志工 环保局的环保志工 或是文化局的导览志工 管理局的一个服务景点 服务志工 还有当然 更不能排除掉 易消易警 这些志工朋友们 他们都放限出他们的时间 来为市民朋友们服务 那我想最高的 年纪最高的志工 已经突破九十岁了 那时数最长的志工 已经突破将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五千多个小时 那我这个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非常敬佩他们 那他们 因为他们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努力 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因此 谢谢 谢谢我们的志工朋友 谢谢 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个 我们的明治市政中心 来举办 我们这个 夏营 新营 麻豆 我们这几区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导览路线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南市 其实在过去 我们已经也开发了 十六条不同的路线 甚至为了 零街二零二四 我们台南四百 我们还特别 在今年初 也规划了安平的 这个英语的导览路线 这一路的这样的一个 规划 就希望说 一区一区 我们把每一个亮点 都把它打开来之后 让民众 不管是国内的观光客 国外的观光客 来到台南 他可以藉由我们这些 导览 老师 说故事的方式 介绍在地的特色文化 比如说像夏营 大家就知道 其实他的那个 像蚕丝啦 等等的很有名 那新营的部分呢 他有台唐的 唐厂在这里 所以乌树林的这一个 唐铁呢 也有四公里多 那这一些都是我们 在地的瑰宝 我们也希望透过 我们的老大老师 帮我们把这一些瑰宝 来更 向更多的民众说明 那陆续呢 我们也会 再做新的一个路线 那敬请大家期待 观众路纠标 是台南三宝导览 服务里 每月百人 到星期日 由在地自宗提供免费 导览解释 每提出 大概20个人 自100年 7月 开董到今天 185年 9月 共办理 8,130的提出 7万6千空6的人 参加 南朝 期盼 借由在地人 对故乡的情感 城市 故书 历史 文化 和乡野气氛 让民众体验台南 国地 不一样的文化 産业的特色 到团固有 更多路线 整个详情 請想想 有欲 欢迎民众欲欲 保命 以上是 十八万 是 非常容易 充分 空 空 地